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8月15日, 星期六 這是一個錄製的節目 是星期五, 港股已經收了市錄 港股今天都很悶 最後都是跌的, 只有1000億成交 大家看到都很沉悶 其他我們就不重複 我們直接入題 但我們的鑽石狗組合是創了新高 我不知道星期五晚上未估會怎樣 但星期五的港股收市後 鑽石狗組合是去到154% 是創了新高 在星期四, 特朗普有說 香港在中國控制之下 永遠不會成功 其實這也是我自己的心聲 大家知道 香港賴以成功 或者有所謂港交所制度 聯繫匯率 都是英國人搞出來的 英國人搞制度很厲害 當然我們不會在這裡說很長 因為我們這些都是短剪 但你現在看到 慢慢外資會撤走 中國的 中國的企業 下來香港上市 一直佔據了 香港的股市 這麼大的比例 什麼好事 其實某程度上不是一件壞事 但問題是 當你沒有了外資的參與的時候 而國內的企業又參差不齊 業績又有真又有假 很令人會擔心 香港的股票市場 變成一個 就像以往的A股 大家如果 有這麼久的歷史 即是股壇古靈的歷史 你就會知道 國內的股市 其實根本是一個賭場 他想哪隻股票升就升 他想哪隻股票跌就跌 就像現在這樣 你看到很多東西都 即是他不跟業績 譬如說你見到美團 他不跟業績 他要他上去就上去 上去200元也可以 上去300元也可以 當資金沒有了的時候 他走的時候 你跌到幾十元也可以 這個是 在過往 國內的股票市場 很多人都會輸錢的原因 我沒有認識到有散戶 在國內的股票市場 在過往這麼多年是賺錢的 而香港整個 你見到回歸之後 23年 23年 你見到其實他的制度 來來去去跟 英國佬的年代 九七之前都沒有分別的 那他越改的東西 就越改就越衰 譬如說房屋的 那你 根本上你六字居那些 就是居屋 其實沒有分別的 就是把我定價 降低一點 然後改名字 其實根本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在很多情況之下 或者其他醫療制度等都沒有分別 但是現在 走了這個國安法之後 就越走越衰 有 Made in Hong Kong就沒有了 變成Made in China 很多外資會走 現在拘捕傳媒 所以特朗普 其實是講中了我們 投資人的心聲 其實是 即是說 如果你長期 還用這些方式的話 除非你的國家 是好像美國那麼強的 那就沒有問題 但問題就是 中國大家都知道 過去那四十年 其實它能夠成功 主要都是有難於美國 主要是 頭二十年 就靠香港的紡織和電子業 令到有些資金流入中國 令到它發展 這個其實 都是靠 那些單都是美國來的 當時是 到了WTO 就直接去美國 如果沒有了美國的支持 美國的資金 你只剩下歐洲其他的 根本上你可能沒有了七成的資金 你自己都沒有了 那你香港就死了一堆 所以我完全同意特朗普說 如果在中國控制這樣的 做事管理模式之下 香港是完全不可能再成功 只有在西方那種管理模式之下 因為最有錢的人在西方就是美國 最有錢現在的都是美國 科技、訂單、全球的品牌都在美國 除非有一天 你中國好像美國那麼厲害 你有所有的品牌 有所有的科技 那你就行了 美國變成要供應給你 美國變成要用你的apps 用你的科技 但現在不是 那你硬去得罪一個 就是你最重要的有錢人 那香港就沒有人走 就是他自己也沒有人走 就是這樣 好 那被人整股了 愛奇藝很快就會來香港上市 但是被Wolf Research插他 差不多混水這些機構 那昨天呢 美國證監會就出聲了 就說 喂 麻煩你2018年之後的文件全部都給我 那他馬上就給不到 那些文件是不可以的 大家都知道愛奇藝有什麼生意 是之前可以的 你開放了之後 每個人都可以上網 之後 國內的話 全部片很多都免費 成為愛奇藝的生意 根本一落千丈 其實是 我記得愛奇藝最強 應該是十年前的 現在這些呢 現在被Wolf Research說 他基本上有 兩成的純利 和四成的收入是造假的 44%是造假的 那你看到他的文件都不敢交 那別人當然是玩夠你 問題是說 別人引爆了那個炸彈 那個炸彈就是說 你要在香港上市 那如果作為美國的基金 還誰敢認購你的愛奇藝呢 說你造假的 原來 那你在香港上市 那沒有外國的基金去認購你的話 喂 只有那些老省和你自己中國的國家隊 認購你做什麼 那些錢就是自己堂水滾堂魚 他愛奇藝來香港上市 去美國上市那些 那些錢最後都是掛回黨 那就是黨給錢 掛回黨就是廢了 那你看到美國人 現在就玩夠你 你這麼囂張 那你上一隻呢 你有任何一隻 調回來香港上市 他就玩你一隻 你玩不起 根本玩不起 股價不是當場跌 八度都跌 八度都跌 八度和愛奇藝都跌 那大家如果在香港要認購 那你就要小心一點 阿里也是 阿里也是 但當我們買阿里的時候 我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其實阿里在美國的業務是很少的 阿里主要譬如說天媽淘寶 基本上完全都在香港和中國 基本上 那跟著譬如說馬先生 當然買菜當然是中國 對不對 他的所謂雲服務呢 都是中國和東南亞的 其實阿里所謂支付寶 當然都是在中國 對不對 或者香港 其實阿里所謂在美國 就是有人持有他的股票 或者他持有別人的股票 真正對於他的業務來說 影響不是太大 那其實對說微信 影響業務大不大呢 都不大 那第一件事 就是微信都要賺到 美國那個廣告 但是你看到阿里根本上 可以說他根本沒有業務在美國 所以制裁對他是有影響 但是實質的業務就沒有那麼大影響 只不過就說他 因為大家知道 阿里是第一上市在美國 那所以他某一些 如果真的制裁的話 某一些美國公司 就要把持股賣回給阿里 而阿里也不可以再持有其他公司 那對他有沒有影響 其實是有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他持有那些公司 美國公司可能是賺錢的 但是那部分不多 我相信不大於一成 一成都沒有 應該是 或者我看報道是7%左右 所以我們買的時候 買入阿里的時候 或者美團的時候 我們是考慮了這個因素的 那華為 那華為就 我真的不敢說他現在去到什麼水平 那之前說28奈米 那現在說他48 45奈米 那如果你說45奈米的話 根本都不成型 你那個芯片技術的話 就是晶片技術 根本上是十幾二十年前的 那哪一搞 因為現在禁令已經走了 所以沒有人可以再提供晶片 給華為和中興這些公司 那所以他現在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禁令真的走了 那他又不能夠偷雞 那又不能夠用聯發科 那他應該也挺嚴重的 恆大的物館股 就快會上市 那其實恆大 就將28%的股權 就訂了出來 就是作為公開發售 那金比 就是劉聯熊的老婆 就認購了5.373% 就是45億 那他現在的業務估計 就837億 那通常他都會估值過高的 其實通常恆大這些都估值過高的 那大家到時看看估值 才看應不應購 我相信業務是OK的 我們都在投資筆記裡面 投資日誌裡面介紹過 業務是OK的 其實那個擴張都夠大 那個擴展都夠大 那只不過看看定價 是不是太高 那金價下跌 大家看到 金價就突然間一跌 跌了一塊水 我們不是金價的專家 我們就不知道 但是 我們也說過 如果金的話 你一天就短線玩 即是玩一天兩天 一天就長線持有 你玩中間這些很難玩的 即是你如果上個星期聽 即是兩千零幾日的話 那你沒有了一塊 那都挺難玩 所以我們覺得 你一天就短線 超短線一天兩天 一天你就超長線 你這些中線一兩個星期 其實是發得很厲害的 當中美的糾紛 平靜下來的時候 那些股市升 金價會跌得很快 Microsoft的雙螢幕 的手機 就會在 我們之前說過 就delay了 它會在 今天 做preorder 預售 9月10日 sorry 暫時只有美國發售 大概整批東西 一萬三千九十九 那華為也有 華為Maze也有 那 看看你有沒有需要 看看有沒有需要 那我覺得 Microsoft那一部 看起來那個 螢幕比較小 華為就比較大 但是 華為我們怕 一件事就是 第一件事 它可能被Android封殺 第二 買回來 可能有很多 很多維修 零件都做不到的話 那我就不會買華為 但是我想我也不會買Microsoft 因為太貴 真是整皮一部 大哥 你怎麼買 對吧 Adobe 有一個新的Domain 叫做Docnew 我在網上也試過 網上也試過 即是說你 例如打一個PDF.new 或者一個JPG.new 它會有一個顏面出來給你 那你只需要把你的文件 拖到螢幕裡 它就可以自動幫你轉Archopac的format 或者 大家互換 那是幾新的嘗試 那它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怕很多人 在家裡 那Work from home 要轉檔很麻煩 那這個就是免費的 那Adobe我們在鑽石狗組合都買入 那都升了4-5% 那其實都可以的 8月15號 那香港會恢復中國 由內地 恢復 由中國到外地的轉機 即是中國飛來香港 在香港轉機 一半一半 我對於有些人很擔心 疫情會不會又播毒 一半一半 因為大家要知道 其實 在香港 在整個香港的疫情裡 深圳灣都沒有Costal 一直都有些中國的豁免人士 或者是中國來香港的人 是要經過深圳灣的 其實向來都沒有截斷過的 向來都沒有截斷過的 那當然你要隔離14天 但是有些豁免人士 都是不用隔離的 所以我經常都懷疑 有些追查不到源頭的 會不會是中國呢 但是有一件事比較放心的 就是說在第三波爆發 他們測試那些病毒株 就已經再找不到 三四五月中國的病毒株 就是說國內的情況 應該是好很多的 好很多的 還有他們轉機 就是限於機場裡面 24小時內一定要離開 所以會比較好些 只要他加強檢測 或者那些的士司機加強的話 就會好些 最少都起碼好過 在四五六月的時候 有二十幾萬個 就是那些豁免人士 大部分還是菲律賓的海員 走進來香港市區 因為他一進來就進幾天 可以留一個星期 大家知道其實菲律賓多嚴重 現在最嚴重的就是菲律賓 印度 巴西都嚴重的 你聽到已經沒有那麼 經常聽到 譬如說英國你已經聽少了 西班牙 意大利你聽不到 德國那些你聽不到 是吧 美國有些州份你已經聽不到 那是好了的 澳洲有少少 有一些 那你見到中國都是少了很多個案 所以我們都是一半一半 只要他的檢測夠的話 還有他始終怎樣都好 多不得過那些船員來換班 這個我想介紹 韓國南韓首爾 他們發明了一些等車的艇 那就是智能的 那你就要Under 37.5度才能進去 否則他就不讓你乘巴士 就進不去 暫時有10個 那他就造價大約65萬港幣一個 那他裏面是低溫的 那還有低溫呢 就有紫外極光可以殺菌 那我覺得這個OK 就是香港其實想想這些更好 對不對 那你譬如很多公共場所 它是 你的temperature一高過37.5度 就不讓你進去 就立刻響機 那又有酒精塞手液 那個耕艇裡面 那又有紫外光殺菌 那也都有低溫 那在等車的時候大家就安心 上車的時候也都安心 那這個我覺得是非常之正的 那這個呢 Joe Biden的副首 就是 如果Joe Biden當選 作為下一任的美國總統 那這個賀錦麗 Kamala Harris就會是副總統 我是完全不相信他那些對話強硬的 那全部是一些選舉的堅密來的 因為為什麼呢 現在很多人說 Joe Biden對話不夠強硬 就是和中國是串通的 那所以他就找一個黑人 之前呢 黑人呢 現在跪頸那件事 就下了特朗普很多票 第一個找一個黑人 第二找一個言論強硬的 但我可以告訴你 他怎麼會找一個副總統 是和自己的理念不同的 沒有可能的 就是Joe Biden的理念 一定是和特朗普一樣的 現在彭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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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和特朗普一樣的 你不一樣 他根本就不會用你 所以這些就是堅密 這些就是騙人的 其實 那大家不要相信 那我希望所有的美國人呢 都選特朗普 就不要選Joe Biden 因為如果選Joe Biden 那 就是中國 香港嚴重 中國嚴重 中國的人民嚴重 沒有辦法解放人民 美國全世界都嚴重 所以希望大家 如果真的 如果是聽著這個節目的 美國人的話 麻煩你這次大選 投特朗普一票 好嗎 Visa 很多分析師已經說 就說 Visa 最差的時間已經過了 因為為什麼呢 美國和大部分 全世界的地區 起碼有六成以上 都已經recover 那些人開始去消費 那未來的一季 Visa可能會再升7% 所以我之前叫大家說 你可以的話 就入多點Visa 那我們組合 昨天 35萬美金投資倉 已經正式升了40% 那五個月的成績都還可以 那麽 Apple再撞新高 那在一拆四之前 八月之前 昨晚就去到464元 那如果再追的朋友就小心了 那為什麼呢 可能它這一陣已經升完 那要等下一陣 再有新的麻煩再升 你現在買的話都可以的 但是它可能會fet up一兩個月 那大家就要自己衡量了 Tesla再瘋了 Tesla一拆五 那股價呢 就升到1643 那就 不建議別人再買 那不過呢 它的股價升我都沒辦法 已經完全脫離它的基本價值 已經是Tesla 好 那今天呢 就短短的和大家 介紹了這一個星期 那但是呢 就星期五晚的美股 就未開始 那就 不知道會怎樣 那大家都留意新聞 好嗎 好 那其他我們就不重複了 那我們的投資組合 正式去到154% 54個月 那年複合增長是22% 我們的網誌 YouTube投資筆記8月份 大家有興趣可以訂閱美股港股 那我們的收費和兩個收費節目 我們的收費和銀行帳戶 那我就不重複了 大家看回應工我就可以了 有任何問題 電郵給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好 那今個星期的所有免費項目都做完了 那多謝大家收看 那大家記住 那雖然星期五呢 那個感染數字回落到47 47個人 那麼少而已 其實已經回落到47 那下個星期二呢 行會都會回復回行常開會的 那但是大家記住呢 就要 仍然都要戴口罩 那麼 注意健康 減少群聚 那希望很快就會回到零 那大家又可以 就是 起碼就不用晚上六點鐘就不可以吃飯 就是希望大家盡快可以不用戴口罩 好嗎 好 多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周末愉快 下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